大华兴市可能是深圳最被低估的一个景点 位于国家五位级景区东部华侨城区域 在这里是免门票的 整个寺院不算大 但布局很有特色 尤其是在后面山上的巨型市面观音像 造工很精致 法相庄严大起 在山顶俯瞰着大千世界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深圳最著名的两大市之一的大华兴市 自从这里建成后我也来过多次 不同的是现在从大亚湾开车过来还算挺近的 40分钟就到了 相比深圳著名的红法市 这里建成的时间稍晚 相对知名度也更低 不过这个市面的布局和设计都算是很有特色 另外深圳也可算是中国商业化最充分的大城市之一 但深圳的市院却难得得很不商业化 不论是红法市还是这里 除了免门票外 在入市门时 也都可以免费领取三支香供香客参拜使用 大华兴市的规模不算很大 里面的建筑和造景以及各处的佛像完成度都算得上精品 毕竟也是当年华侨城集团花重金打造的 我觉得这里还是蛮值得一逛的 虽然我本人其实并没有宗教信仰 但我还是挺喜欢佛教文化的 好像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如果科学有尽头 那最精进科学的宗教应该是佛教 佛陀称说 设计是空 这里最大的特色 当然就是后山上巨型四面观音金佛造像 很是高大壮观 而且在这种体量的佛教造像中 这个是我见过的所有佛像中最精致的一个 观音的开脸也非常的耐看 感觉吸取了传统照相文化的诸多精华与传承 并大佛像所在的山顶平台位置景观也是一流 我当天在这里坐了一会儿 时而抬头看佛 时而远眺四方 某些瞬间似乎也体会到了一点自在 大华星市的人通常不多 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交通不方便 多数是自驾开车来这里 在山下的停车场停好车后 需要爬一段不算很累 但也不算很轻松的台阶山路到达 我觉得这一区域的景色 也算是深圳比较难得的优美景观区域 曾经是深圳最好的主题公园 查西谷景区目前正在升级改造之中 这其中有大面积欧式风格 以瑞士少女风的优美小镇 英特拉根命名的主题公园 也有中国的查文古镇 以及漂亮的植物园群落 在华为的松山湖基地建成之前 我觉得这里算是国内建的最好的 仿欧式的景观区域 也算是曾经深圳旅游拍照的打卡圣地之一 不过随着时间吸引力也在慢慢的下降 升级改造之后应该会变得更美更好玩吧 查西谷景区旁边不远处 则是云海谷体育公园高尔夫球场 普通人来这里的机会并不多 更多的还是富人群体的生活休闲 不过这里的景观也确实相当好看 空中航拍一下 美不胜收 让人感慨一下 有钱确实挺好的 然后我们再往东部华销城的另外一边大峡谷方向 这里目前还在正常营业中 山中有漂流以及大型娱乐表演等更适合年轻人的游儿区域 这边的山顶上也曾经是深圳著名的豪宅别墅区之一 深圳天路 这里的景观同样一流 可以俯瞰整个大梅沙区域以及大海 不过这里的房子相对深圳市区十多年来的总体暴涨来讲 并没升值 反倒还有一定的贬值 所以即使是深圳 哪怕是十年前入手 也一样有不涨还贬值的房子的 通常来讲 在我自己生活中每当很顺或者很不顺的时候 我会愿意来寺院这样的地方走一走 认知就是 人在很兴奋或者很沮丧的时候 是需要安静下来先审视一下自我 防止自己处于一种过分乐观或者过分悲观的状态 这几十年来 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在巨大转折的变化期 这些可能也以不觉的方式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也许我们找不到世间变换的原因 但明白变换的必然存在 能够享受或接受它们 那么也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转发评论关注作者 祝生活顺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